我大概是从08年开始接触到传统文化 然后大概在13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医 虽然就是这个时间也不短 但是我发现确实是这个基础比较差 很多东西都不太懂 特别是接受到中医之后 连那些名词都把我给搞懵了 自己虽然也买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书 什么《内经》 《三寒润》 还有一些后世一家的《匹味认》 那种很小的一个小册子 我发现那个基本都看不懂 然而懂 但是我在15年5月份的时候 有缘遇到了恩师朱必修先生 我觉得这是我整个接触 中医和传统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在朱老师的课堂上 你可以学到中医的核心理论 营养五行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道 它就是真理 然后你会发现 古人说的话不会骗我们 古人说大道自检 你听了朱老师的课就会明白 什么叫大道自检 百姓日用而不知 大道就在我们身边 你天天在用 你不知道 现在朱老师把这个窗户子给你捅破了 你就知道什么是大道了 大道就是营养五行 你上朱老师课还会学习到 就是说是用不吃药不打针的方法 就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 通过这个上课你可以结识一大堆 喜爱中医的喜爱古典中医 传统中医的朋友 然后你会在这个圈子里风险到 大家用自己的双手 治疗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 只要你用心 我觉得就是说你用心地去学 用心地去用 我觉得短着半年长着一年 你就会熟练地运用这一套理论 不但能治自己的病 你可把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人民搞定 其实我最想说的呢 就是说你跟着朱老师 你可以接触到中医 接触到中医 还可以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会就像有一个以前 梁东和许文斌做的节目 是说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太美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字太美 李约瑟先生提出 中国中国的文明在先秦时期 就春秋战国的时期 是那么的光辉灿烂 为什么到了近代 就看到中国的文明越来越没落 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 中华的文明 其实不是近代才没落的 中华的文明没落 始源于秦汉之计 就是从汉朝开始算起 中华文明就没落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文字 秦朝使用的撰体字 到了汉朝该使用的历书 使用历书以后 我们就认不得撰体字本来的意思 所以许胜在写说文解字的时候 他在序里头就提到 他是感受到当时的人 用历书的字体来说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这和这个文字本来的意思 是大相违背的 所以他留下了一段话 说什么是文字呢 说盖文字者 今亦之本 亡正之始 前人所以垂后 后人所以事故 故约本利而道身 也就是说文字是 前人把他智慧的结晶 流传下来的一个载体 后人呢 根据认识了文字 去解读前人留下来的智慧 如果连文字你都看不懂了 你怎么知道原作者 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那么现在有没有机会 再重新发现 我们一些经典 在先秦时期经典 比方说道德经 比方说论语 还有中医的黄帝内经 原作者到底在讲什么 有机会的 透过发现每一个字 本来的意思 这是第一步 但是呢 如果你只限于 去研究哲学性的东西 就会碰到一个难题 不管你诠释的在源 落实到实处 它到底是不是原作者 本来的意思 你不好说 可是研究中医就有一个好处 这个东西对或不对 是照你的解释来治病 还是照别人的解释来治病 用在病人身上 立马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用中医来检验 传统的文化 最好的一种方式 同样的 再转到中医里头来 阴阳五行不是那么 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是那么让人害怕的东西 会让人害怕 是因为 所有的专家们都解释不清楚 什么是阴阳五行 如果你能够把阴阳五行 按照原作者的意识 还原的话 你会觉得中医其实很简单 很亲切 很真实 它真的可以来治病 任何已经发生的病 甚至是没有发生的病 都可以用中医 阴阳五行的思维 在指导下 来用药 来扎针 来按摩经络 甚至听音乐 都可以来治病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是我是觉得 透过中医来恢复传统文化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背后 是要透过文字 这个载体的被重新理解 才能够做到 撇开中国文字本来的意思 你绝对学不好中国文化 绝对学不好中医的 我叫曾祥杰 来自山东济南 是朱必修老师的学生 经络按摩 以前对我来说是个 非常 就是空白的一个领域 跟着朱老师学习了 经络按摩之后呢 其实我还是没有懂 但是我就听话 然后在家里 在我的朋友那里 就开始去实践 比如讲 我现在呢 每天 要按六条腿 六条腿是什么 叫脾经 我父亲 我母亲 我太太 一共六条腿 从尹白 到血海 这叫脾经的 我学习的一个阶段 然后 我父亲呢 在2014年 查出是胃癌 然后胃癌呢 手术切除 切除之后 从刀口 又长出个 叫间隙瘤 我父亲也又想做手术 我说 我说爸 你等等 你等等 我看看 我学习的基础按摩 据说 叫朱师肿满 接水皮 你给儿子一个机会 让你给按一年时间 看如果能小呢 他也不做了 然后按了整整一年时间 做了三次检查 在四天前 刚在山东省医院 做检查 然后 整个肿瘤 小了有三分之一 我父亲非常有信心 一看非常开心 也相信 他是完全可以 就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我母亲呢 那就更多了 我母亲比如说 带状抛诊 正常的一些感冒 发烧 我现在都可以治得了 有一个理论 说女子啊 所有的月经啊 应该正月十五 每个月的阴历十五来才对 它和月相是相应的 而我太太呢 之前都是每个月的阳历 十号左右来 而且都很不正常 我跟我太太做了 有三个月左右 她就是每个月十五来了 医值非常好 而且月经也很正常 所以说我们全家呢 就相信了这个东西 非常有价值 因为最大的价值 我们不太相信医院啊 我们相信凭着自己的一双手 可以搞定自己所有的病症 我们生起了对生命的渴望 然后放下了对疾病的恐惧 这是朱老师这个课程 给我们全家带来的 现在我们全家十一口人 都上过朱老师的课了 基本上是全家 每天都会有一个小时的 经络按摩时间 这份自信 完全改变了我们家里的生命质量 因为我是做传统文化的 之前对论语啊 孝经啊 所有国学之类的一些点结 由我自己的认知和理解 我发现一个现象 在国内我研究国学十几年 基本我心里有很多疑问 可是没有人给我解答 而所有的疑问 问到很多老师 他们都会去到悬学的方向 或者去到你也不用学啊 不用理解啊 我心里一直有些忐忑在里面 认识朱老师之后呢 我发现朱老师这个人 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他很究竟 他不放过自己 朱老师是我见过的一个 到现在算是唯一的一个 非常勇敢敢于否定自己的人 真是做学问的人 他不停的这么多年在自我否定 然后在自我认同 他完全是站在五千年的文化 去看这个问题 说起传统文化 我们就离不开文字和语言 所有传统文化的根源 是一定是透过文字和语言进行传递的 而语言呢 实际上是一直没有传递下来 可是为什么 我第一次认识朱老师 我终于开始从文字方面 去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了 这对我来说 就找到一条路 这条路是直通五千年之前 中国所有文字 每个字实际上是一幅图画 是一幅动态的画面 这是朱老师所传递给我的 而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一个概念去看 就远离了传统文化 真正文字所表达的内容 比如说 在中医的学究方面 我在上海 也学过三年中医 但是对病理一直不是很清楚 比如说从文字上 朱老师有解释 朱老师今天上课 他讲了一个 关于鸡的问题和肉的问题 我很很有启发 其实鸡和肉 同是指身体上相应同一块东西的状态 鸡呢 是指这块肉的紧的状态 肉是指这块物体的松的状态 如果这样一解释 我们好像打开了一扇门 完全可以从立体的视角 去看我们整个人生 或整个身体 从朱老师身上 真正看到了勇于否定自己 勇于智学 勇于挑战权威 勇于向祖宗学习的 那种真正的学究的精神 对我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我未来 从事于传统文化这条道路 也有很深远的意义